各位朋友,我是陳雲 財政預算案公佈了 當然很多人是開心 特別是地產商、地產經紀那些 因為政府設立 減少首次登記稅等 等多些人入市 又說銀行又說 不用財政壓力評估 又多些人可以上車給首期 究竟會否刺激出小陽春來呢? 各位看慣我的評論 都知道什麼春都沒有發生 當然交頭多了,市價會出來 但都會是循序而下跌 因為這個趨勢是如此 在財政赤字那裡 很多學者都知道 香港將會連續兩年 財赤都會過一千億港元 今年發債是一千二百億 綠色債等等 政府保證是有債息的 當然那些債會不會是投資有利呢? 很難說了 在這種環境 目前香港由以前發債 加上現在已經超過三千億港元 超過借債的上額 當然政府已經說了 遲些會再發債 將欠債的上限升到五千億港元 當然這些是少數 但不要忘記香港不是美國 沒有自主的發鈔權 前財政司曾俊華 今天在Facebook那裡說了 政府現在這樣的玩法 實際是債蓋債 借新債就還舊債 即是自己在玩旁枝計劃 自己和自己玩 他說如果是借債 政府發債 就一定是放在有投資回報的基建項目那裡 那才是值得借債的 就不是借債 是來支付經常性的開支 他說目前香港如果解決這個 財政赤字 結構性的赤字 就一定要減省這個經常性的開支 以及減省非經常性開支 即是基建項目那類 很可惜香港現在面對財赤和環境 並不是1997年 亞洲金融風暴那一種 亞洲金融風暴那次 經濟衰退很輕微 以及中國正在上升 香港特益 所以當時的董建華政府 如果大家記得 是在走兩條路 來減輕財赤 第一個是削減開支 即是通行經常說的 austority measures 即是精簡開支 包括是削預算 很多預算都要刪減 此外就是削人 即是將政府部門編制 以及很多受資助的機構 都是裁員 裁員當然是令到失業 減薪也會令到人們辛苦 但為何當時可以做到呢 這個是和現在不同 原因是當時 剛剛是97年之後 香港的自治程度 比以前殖民地時代 托管在英國時代 是增加了很多 此外民選成份 亦比以前增加了 即是說 在增加了自治和民主的情況之下 政府是有威望 亦都有公信力 去做削減開支 和削減人員編制 這兩樣 austority measures 即是減省開支的情況 現在做不做到呢 現在香港的民主程度 當然大為提升 全國議會是外國的 區議會都是 但是這批外國的人 包括全部宣誓效忠 基本法和祖國的公務員 願不願意減薪呢 這是一個對外國者的考驗 我不會說的了 結果大家知道了 在這種情況 可不可以減薪 減福利 如果要減薪NGO的錢 大家亦都知道 是減不了的 這樣的話 怎麼辦呢 唯有借債 借債的話 之前其實很多信貸評級機構 都將香港的展望 是降級的 將來越借越多的時候 經濟亦都差的時候 是否容易借呢 大家知道了 免得說 董建華當時的政府 除了減少公共開支之外 還做第二件事 叫做Deregulation 可能很多人都忘記了 拆牆鬆綁 當時財政司梁錦松說的 所謂拆牆鬆綁 即是將那些規管減少 既然社會的民主度增加了 政府的公信力增加了 自然是不需要那麼多的公權力使用 於是就可以Deregulate 促進經濟的活力 那現在能否做到Deregulation呢 是吧 國安法接下來 regulate多於Deregulate 所以大家明白 香港所處的處境 就是用一個相當比較難的身段 進入經濟衰退 而這個經濟衰退 如果看慣我短評的都知道 是人類進入現代以來 前所未見 那麼嚴重 還有那麼奇怪的經濟衰退 因為它是用三年防疫 人為這樣做 而且全球這樣做 另外就是中港政府帶頭這樣做 現在便自己知道結果 相當之和味 是很容易的 削減基建的開支 其實是說就容易 特別是政府說的很容易 做很多承建商會倒閉 近來前幾天已經有一間很大的本土的承建商 已經倒閉了 為什麼香港會這樣做呢 你看看中美關係 知道 美國駐華大師 柏欣斯 Nicolas Burns 之前在美國的60分鐘 時事雜誌都說了 它的總結就是 北京重視國家安全 多於經濟發展 很多美國公司 其實不太想脫勾中國 特別是向中國銷售那些 向中國製造那些 在中國製造那些 很多生產線在外面開多條 De-Risking China 虛風險化 但如果要賣東西去中國 例如迪士尼 或者包裝商 Apta那些公司 很多是沒有辦法放棄 這個中國很大的消費者市場 因為如果放棄了 很可能令美國有80萬人失業 但由於中國加強執行那個反間諜法 對於這些想賣東西給中國的人 比較麻煩 因為你賣東西必需要 知道消費者的情況 有些消費市場的數據收集 你一收集的時候 很容易就觸犯了 所謂數據法 反間諜法 那些東西 所以這些公司 即使在中國有錢賺 都是很忍受 那些大的投資項目 都全部耗著 不動 這是柏欣斯大使說的 香港這裡也是這樣 23條立法 就是勝利完成了諮詢 然後應該是火速立法 千萬不要縮沙 各方面都趨行了 譬如前律政司梁愛施 女士說立法一定要執行 不會說立法很嚴 但執法很鬆 沒有這回事 此外是一個持續過程 今次立法是沒有交 今次立法是沒有包括數據安全法 所以一定要加進去 加入數據安全法之後 情況就很像柏欣斯大使說的 很多公司想投資香港 想在香港做地區總部 在這裡大轉拳腳 你一定要收集數據 香港是很容易收集的 開放社會 你收集了會不會觸犯數據安全法 很難說 這是一個不可預測的情況 根據錢面對這種情況 最重要是自求多福 有錢是存起 不要隨便玩些什麼創業 投資那些事情 外國環境好的 去外邊看看 也不要隨便動動 在香港最重要是 全力支持國安23條立法 立得越嚴越好 因為這樣香港可以安定繁榮 從此過上美好的生活